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怕是个烤鱿鱼的 不足五平米的小摊位 但是自从1997年加力广场开业以来 从来都是生意惨淡 开张又关门 关门又开张地折腾过几次 但是无论怎么样 生意都好不起来 现在还一直关着门 左边的王府井和加力广场中间就隔着个写字楼 生意一直很好 这么好的地段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有人愿意住的话 老板没有理由放着只金鸡不下蛋吧 我曾经在加力广场写字楼工作过一段时间 下面说些我知道的 加力广场写字楼里有很大的阴气 即使是在盛夏 里面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 一走进去就有一股很大的寒气扑面来 而且越往里走寒气越大 不信大家可以去试试 加力广场的写字楼租售情况很不理想 一层楼有时候只有一间公司 特别是高层 连续几层楼都空着的 我第一天进去上班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 太冷清过头了 你们可以实地比较一下 加力写字楼和武汉广场太和广场写字楼的区别 总之那地方太适合拍鬼片了 我还听同事说 几年前电梯里摔死了一个人 雪流的满电梯都是 另外有天清晨 一个老大爷在加力广场前面的喷水池那里沉冽 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上那个人行道的斗坎 把那个老大爷当场撞死了 够邪门吧 我还有个同事说 他看见过加力的老总蹲在某处烧纸前 很多本地人都去过老家里 真的是阴风阵阵 特别是垮掉之后的 第二个 花石洞区 好像是1998年的暑假 那年发生了大洪水 想来大家都记得 整天整夜的下雨 哪个大呀 似乎不寻常的天气 总预示着不寻常之事的发生 花石东区有一栋女生宿舍 坐落在通向东门有条大马路上 和西区老宿舍一样 四层楼 走廊很长 因为光线照不到的缘故 总显得阴森慎人 因为暑假到了 大部分的学生都陆续散了 但也有灵性的学生还待在宿舍 放假那天 管理员就每个宿舍的检查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没人的宿舍是要贴封条的 他一个一个宿舍的寻来 建了三楼的一间宿舍 打开门 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女生 正靠着床站着沉思 那时的宿舍都是木质双人床 上面的床头床尾都有扶手 方便上下 两边各有两张双人床 那女生就靠在里面的床背上 管理员见有人就叮嘱了一句 一个人要注意安全 就掩上门走了 隔了几天 管理员又案例寻房来了 来到这间宿舍时 看见门须掩着 闻到一股意味 于是推门进来 又看见那个女生 还是上次那个样子 靠着床站着 但是这次管理员发现不对劲了 凑近一看 树枝苍蝇绕着那女生飞来飞去 那女生已经死去很久了 身上散发着浓烈的臭味 事后调查时 据说这女生和男友分手 想不开 于是就自杀了 最奇的是她自杀的方法 那女生用绳子在上窗的扶手 打了个结 头身进去 两脚向前站着 身体后坠 就这样自尽了 再后来 那宿舍就拆了 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新宿舍 现在气派多了 武汉抗洪的年 好像真的有很多的怪事 我外婆家在新州一个弯子 那年外婆家门口的一个小池塘 里面竟然冒出了一条八九米的大鱼 而且大家都不认识是什么鱼 而且都奇怪怎么有这么大的鱼 这个我无从考证 第三个 金石大厦 武汉有个地方说起来 或许大家都知道 就是武生路上的金石大厦 黄金地皮 做什么都好的地方 奇怪的是 这栋楼开工十多年了还没有造好 这块地方很妖的 在这里造楼 无论怎么弄 造到某一程度就造不上去了 总会出事 稀奇古怪的是 接连不断 造造停停 没办法 十多年了还是百在那 听说 金石大厦这块地儿在清朝时是个大坟场 孙中山手下的革命者就以后 有一部分就葬在了那 现在附近还保留了一小块坟地 想看的话 在立即北路上可以找得到 埋在那的死人可能死得太冤 有人晚上老听见 有人在半拉子楼里哭 在里面找 却找不到人 有天晚上下着小雨 有人看到一个无头的白衣女人 坐在大楼黑洞洞的窗口上哭泣 即使在夏天 从那个半拉子楼里走过也是寒气逼人 阴森森的 有的风水先生还说 是因为这里是基因之地 金石大厦刚建造的时候 老板就突然出车祸死了 正当英年 以前一直都是顺风顺水赚钱的 二老板继续接着走 没多久也惹上了关子 差点被枪毙了 至今还待在大牢中 三老板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不见起色 破了馋 搞得一瓶如洗 后来接手搞的人不是虎头蛇尾 劳心破财 就是惹上关子 疾病缠身 反正让你搞不下去 简直是太邪门了 在太和广场附近也有人说 接手的项目经理都撬了 不过不太知道具体情况 总之那栋楼是一直放着 很久都没建好 第四个 湖滨花园 湖滨花园的房子都是大红色的 广场正前方中间是九龙壁 九龙壁两边壁上刻的八仙过海 再往两边就是两根柱子 上面分别是关羽和钟窥 然后两个门都是那种大牌坊 上面刻的龙飞凤舞 门上面放了一只大麒麟 湖滨花园的前身是一个招待所 对面是一个回民公路 这个地方一直比较邪门 原来湖滨花园建成以前 这里有个大牌子事故多发地段 下面是一个较紧的临检点 有一个宣传栏 贴了很多车祸事故的照片 当时 这条路上的车并不多 路也窄 但是事故较多 有点像五黄公路某某公里路段 也是莫名其妙出事 对面公路在山坡上 下面是个水塘 几次坐公交车 都看到有警察在水塘捞东西 后来招待所卖给了香港老板 也有说是台湾人 重新装修后就是湖滨花园 传门起初也有些怪事 后来从香港请人来 修了九龙照壁 八仙过海 签了照妖镜 可能就没事了 七八年来 陆续有朋友在湖滨花园住过 都没有听到什么问题 但是房间太小 又都是红色基调 感觉很是压抑 有人做噩梦也有可能 湖滨花园前面的湖风景很好 但是每年夏天 鱼会翻堂 几天腥臭难闻 其他时候都还不错 上学的时候 我在那个湖里游过泳 听一起有的人吹牛碰到过水鬼 不知是否真有歧视 一般来说 坟地这样的地方 上面都会修建学校医院等等地方 可以镇血 胡滨本身不是修在坟场上 而是正对着马路对面的一个山包 山包上曾经有几十处坟 这条路我跑过很多次 没听说过有什么不对头的 胡滨花园酒店建成之初 原本是没有九龙壁和镇妖镜的 只是全身漆成了红色 听说是为了镇血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头两届总经理全部在任职期间死掉 于是香港的老板听从了高人的建议 在酒店前面 也就是面对坟山的方向修了九龙壁 并在其中部放置了针腰镜 之后就没有出过什么事了 第五个中心医院旁边的小路 某天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 武汉市中心医院门诊急诊旁边侧面的那条小道 我当时因为有事情 正好经过那里 那是一个住院部的后门 距离门诊大概有两分钟左右的路程 铺中没有灯光 就在一出门的一个废弃的小屋子里 屋子没有门 而且里面的空间估计也是很小 里面堆放着许多没有用处的木头 就是一些板凳和桌子的零件什么的 然后就在我经过的时候 我的眼角不经意地向里面瞟了一眼 就是自己于光看见的东西 一个半透明的模糊的白色影子 当时我下意识地猛向前跑 可是又不知道突然哪里来的勇气 拿起我的手机一阵猛拍 后来回家一看 拍了三张 仔细地一看 果然由于我角度是斜着的缘故 但是仍然在门口 依稀可以看见一片模糊的白影 第二天 我就去买了个余观音 假如有武汉的朋友 可以去那里亲自体会一下 我是不敢再去了 第六个 青山罗家桥 这件事有些年头了 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 他当时去武汉旅游 他说是在一个深秋早上四点多钟的时候 在青山瞒天的一个位置 那里的一路攻起头搬车在路上跑着 突然有一个老头拦车 老头上车后 往车上看了一眼 车上大概有十几个人 在最后一排坐了三个人 中间一个人面目苍白 旁边的两个人穿着黑色衣服 头上戴着像阿拉伯人一样的头帽 看不清脸 这时候那老头要大家下车 车上的人包括司机 都以为老头有点毛病 都不理他 老头看大家都不下车 他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举动 他在车厢里给大家下了柜 可是还是没人理他 老头又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举动 他冲到司机旁边拉扯司机 不让他开车 司机很恼火 打了他一耳光 车上的人也都纷纷不满 说他耽误大家时间 这时候 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 看老人可怜 便扶着老人下了车 然后问他原因 老人说他是在闭馆工作的 车上后排三个人都不是人 中间的是一个死人 旁边的两个是鬼差 后来这个车在他们下去十分钟后 出了事故 翻在了一个叫罗家桥的一条小溪里 无以生还 后来清点尸体的时候 刚好差了三个人 第七个 五三八路红马甲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九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南湖校区 还叫中南政法学院 处于红山区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基本上除了学生 教职员工和居住着当地的居民之外 也没有别人会想来到这里玩 更别说什么南院啊 西院之类的 可是五三八路的终点站 还是在这个叫做茶山流的地方 一个周六的晚上 大概九点半的样子 最后一班五三八路公交车 终于开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北门茶山流 车上坐着一车的学生纷纷下车 这么偏僻的地方 双休日在外狂欢以下 姐们是难免的 司机打了个哈欠 准备收工 这时 他通过后视镜发现 还有一个穿着红马甲的男人 在最后一排坐着没走 不会是睡着了吧 司机想了想 就准备过去叫他 叫了几下 他没反应 于是司机就用手碰了碰 红马甲男子便倒在了地上 表情猙獰 面色惨白 死了 司机顿时惊慌失措 赶紧跑到车站 找来值班工作人员 到了警察局 工作人员打开了车间监控的录像带 从录像带中显示 当时红马甲男子上车时 是被两个黑衣男子带上来的 上车的时候 司机以为红马甲男子可能是喝醉了 也就没有在意 因为当时的确迎面 铺了一阵浓烈的酒味 工作人员仔细看录像带时 却发现 那两个黑衣男子完全没有脸 或者说 他们的脸就是黑洞 就像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然后突然警察局就断电了 等到第二天再看的录像带时 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而且 医院的尸检报告 也没有查出男子具体的死因 所以被推断为受惊过渡 第八个 太平洋路与宗关水厂路 在武汉市汉口桥口区解放大道 太平洋路与宗关水厂路之间 有一条特别阴森恐怖的小路 住在这里的居民几乎都知道这条非常灵异的小路 它一直通往新河村正街铁路桥旁 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 正好夹在汉西铁路桥的左边 而右边的道路是太平洋街 就是原来黄鹤楼酒厂这条街道 门口有大牌坊 上面写着黄鹤楼酒厂的牌匾 其实这里是闹市区 四周都很热闹 都有人活动 唯独靠铁路桥左边的小路 平时大白天也很少有人走动经过 只有住在这条小路口里面的几户棚户居民 和住在新河村里面的一户大户人家的车经过 原来是泥巴路 后来是那户大户人家出前修的路 大家都知道 一般铁路边都有许多灵异事件发生的 这条铁路桥原来是没有铁栅栏的 听说这里以前被火车撞死过许多人 特别是一些拾荒者 还有图方便去铁路桥那边买菜的人 这几年才修起铁栅栏 可能与这有关吧 白天有阳光往里面走 其实还好 但还是有一种很阴凉诡异的感觉 路不是很宽 只能容下三个人或者一辆面包车经过 轿车只能勉强地经过 这路属于巨字形的 最恐怖的路段就在中间 特别是到了天黑以后 里面根本就没有人烟 而且还没有路灯 阴森恐怖之极 为什么说这里很灵异呢 当然是这里夜晚有鬼魂出没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 这里居民说起过种种的传闻 还有一次夜晚大胆地经过这里 要不是我命大 估计早就建筑来去了 先说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吧 那是大概五年前发生的事 住在新河村的一个男居民 这人我还认得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那天夜里差不多一点左右 他到对面街道刚打完牌 想快点回家睡觉 因为往这条小路 只走五分钟就可以到家 如果往宗观十七中旬那边 绕回家走就远多了 所以就走了小路 这条小路大概有 二百多米远的样子 他刚走进去几十米 就感觉一阵一阵的凉风 从后背袭来 那时是七月 要知道武汉的夏天 根本没有什么凉风的 完全就是一个火炉 怎么会有凉风呢 他又走了大概十几步的样子 突然他感觉有人在拍他的背 他没有回头 继续往前走 当时可能是太困的原因 他没有多想 就这样又走了几十步 走到快有一道红墙的地方 那里有几棵很茂密的大树 遮住整个小路 这时他准备抽支烟 正准备点火的时候 大火机不知怎么掉在地上了 他摸黑地找了几下 刚找到准备起身的时候 他看见 就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披着长发 穿着红色连衣裳裙的影子 而且没有脚 就这样从他身边飘着走过去 吓得他撒腿就往前跑 回到家门口 吓得瘫坐在地上 第二天就发了高烧 病了半个月 还有一件浴贵事件 发生在05年12月的寒冬 住在新河村里的一个叫王阿姨的 也在这条小路上 遇到了恐怖的灵异事件 那天天黑得特别早 五点半步道就黑下来了 天空乌云密布的 好像要下雨一样 王阿姨像往常一样 坐一路公交在太平洋路下车 到马路对面的鸡毛市场 买了一点小菜 就匆匆地往自己新河村的家赶 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他快步地过马路 走进这条小路 前面几十米都还好 因为从澎湖房子里的灯光 可以投射到小路上 但当他走到位于中间无人公厕背面的时候 看见前面有大约五六个光点在移动 并有一个发出绿光 其他几个都是暗白光 估计相差有三十几米远的样子吧 这时他有种不祥的预兆 往前走了几米远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捆绑住了 一动也不能动 同时 前面的那几个光点在一瞬间闪一过来 围着他腰部的位置转圈 那个绿色的光突然急速地冲上他的头顶 向天空飘去 其余的几个光点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突然不见了 王阿姨这人平时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也知道这条路有不干净的东西出现 没想到自己给碰上了 他吓得两腿发软 赶紧掏出手机给自己家拨电话 要他老公来接他 等他老公来的时候 下礼惊 此时王阿姨两个眼珠泛白昏过去了 等他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自己家的床上了 其他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就在07年12月那天 王阿姨不幸得结肠癌去世 我们都在传 王阿姨去世的那天 可能就是遇到灵异的那天 是真的那么巧合吗 这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我这个人阳气也蛮低的 从小到大遇到的灵异事件也蛮多的 所以我比较相信有鬼神的存在 其实科学也好 迷信也好 万物的存在都有好多的谜团 就好比我问你 宇宙的外边是什么一样 好了 说说我在这条小路遇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吧 以前我只是听说这条小路很邪 但还是很注意 一般天黑或者回家晚了 我就不会从这条小路走 都会走九场这条路 记得那是06年国庆节的一天 家里请亲戚好友来家里吃饭 聚会后 我妈吩咐我把表哥送到车站坐车 我表哥住在青山 那是已经晚上9点30分了 怕没有车了 我就送他从这条小路走出去 好坐588路公交车 因为只有588路还没有收班 而且如果从宗关出去坐的话 要一直绕到简易路口才有站点 所以我决定把表哥从这条小路送出去 当时送出去的时候还好 毕竟是两个人 而且出去的时候 有几个民工在我们前面走 还不可怕 很顺利地把我表哥送上车 当我准备回去的时候 原本准备绕酒厂回去的 但当时突然又想 男子汉大丈夫 还怕什么呀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于是我就壮胆地往里走 当走了到中间有一处厕所背墙内时 就看见前面大约10米远的样子 有两个老太婆靠在一起走路 当时我想明明我走进来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啊 怎么前面会还有人 正在这时 我隐约听见前面传来其中一位说话声 声音还很低沉 说的是黄皮口音 我还是继续往前走 不过心里开始发毛了 也没有心思去听清楚他们讲什么 走着走着 我发现前面的那两个老太婆不见了 我开始吓不过了 我想加快脚步走 又过了一会 我听见还是那个声音 好像又在我后面出现了 说了同样的话 我此时开始受不了了 撒腿就跑 回家后我一夜都没有睡觉 跟我妈妈讲 她也吓死了 第二天我请假 妈妈带我去了菜店 一个非常有名的仙姑那里为我削业账 又过了几天才好 aptop 是